一名25岁的男子在路上突然觉得胸口闷痛 情急之下他走到了路旁的派出所 讲了一句不舒服之后人就昏倒在地上了 远警连忙通报了救护车 一边请了对接的诊所医师到现场 诊断出是心律不整连忙急救 并且送上后来赶到的这个救护车 幸亏纵人当时处理妥当 男子在到院之后恢复了呼吸心跳 男子我的胸口走进派出所 神情痛苦地告诉值班远警自己的心脏不舒服 话还没讲完就整个人倒在地上 下值班远警和一旁的民众上前关心 通报救护车以后所长连忙找来对接诊所医师到现场急救 初步的诊断是心律不整 诊所护士连忙拿诊头来将男子头部电高一边急救 等到救护车到场紧急送往医院 心脚痛所以我们感觉他失敗了 所以我们对面有一个刘医师 刘医师我们就变成一位 我们肌肉都绷紧了 我跟他听心跳好像都错 那心跳我是蛮急促的 那头电高是为什么 因为我怕我头 那头他才能听见到 经过紧急救护 男子才恢复呼吸心跳脱离险境 恢复意识后他也相当感谢远警汉来帮忙的人 幸亏处理妥当才救回自己的命 记者雷文宾吴立恩云林报导 谢谢大家